我是小玉 一块刚来到腾冲的翡翠原石 听说腾冲素有中国翡翠第一城的美玉 有很多优秀的玉雕师傅 我期待着在这里能有一番奇遇 最近你家来了很多新货 是呐 明天的话杨树明老才要挑几件的 有很多好料子 来这好几天了 终于有机会换地方了 小鹏啊 杨老师来了 这批原石品质不错 这块 这块 我都要了 杨老师这块你确定要吗 这块的话皮有点厚啊 说谁品质一般呢 玉不琢不成器 不同的石头呢 自有不同的雕琢手法来成就 还是杨老师有眼光 好无聊啊 说明老师每天都在看石头 就是不见动手 杨老师 我有几个好点子 哦 说了听听 可以雕葫芦 寓意福禄吉祥 葫芦太普通了 那就雕白菜 寓意百才临门 这几个石头没有适合雕白菜的 那就雕皮羞 这是狮子 不是皮羞 这几块石头比较扁 也不适合雕狮子 什么都不适合 是不是我太普通了 才让老师您这么犯难 每一块原石都不普通 看似粗糙的外表啊 往往包裹着玉秀的心 一件出色的玉雕作品 要做到玉材与题材的紧密结合 才能够彼此成就 动手之前呢 花多少时间来思考 都是值得的 我知道该雕什么了 从那天起 关于我的创作总算开始了 杨老师说 设计是雕琢玉石的关键 首先要在纸上画出线稿 随后 将线稿再画到石料上 这一步称为画活 接下来 就需要玉雕师傅 花费大量时间金雕细琢 加以抛光 一件精美的玉雕作品 就诞生了 玉石始于荒芜 用于完食 忠于匠心 是当之无愧的云南宝藏 藤冲玉雕自明代兴起 紫青代繁荣 长久的玉石交易 让玉石文化融入了藤冲人的血脉 将人们在石头的纹理中寻找灵感 在岁月的痕迹里雕刻石光 将于快快原石 雕琢成纯世之作 为它们注入光 与热 历经六百年 藤冲玉雕 以其精妙的记忆 深邃的文化内涵 和悠久的传承历史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添上了一抹云南绿 如今 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藤冲的玉雕匠人 不断探索与创新 将现代设计理念 融入玉雕之中 使这门古老艺术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杨老师 杨老师 我好喜欢现在的自己 真的太谢谢您了 欲为有生之 有生则有性 有性则灵 我之前就说过的 每块原石都不普通 收育堂 平台 以赞计划 爹 擅den 未经许可 成为